糖醋萝卜做成这样美轮美奂的艳丽色彩真是抢足了眼球 这款胭脂萝卜是为参加市里美食大赛设计的一款凉菜 没想是惊艳全场 得了预赛第一名 我家先生前段时间朱差去浙江 买回一箱洋梅 给邻居分吃了一些 还是没吃完 怕坏掉了当天晚上做了糖水洋梅 又突发奇想做了这款糖醋萝卜 没想到外观和口味都出奇的好 材料 洋梅500克 白萝卜一根 白醋二条根 白糖50克 洋梅洗净 洋梅续合用料理机打成汁 筛往过滤到汤锅里 加入二条根米醋 打开火 食醋的作用仪式防止洋梅汁氧化保持鲜艳的颜色 另一个作用和糖一起 做出爽口的糖醋味 加入白糖二条根 搅拌自己的口味可以可适当调整糖的用量 做成糖醋洋梅汁 洋梅汁放置凉水里凉透 白萝卜洗净 剑成薄片 用模具卡成或者用刀切出自己喜欢各种形状 卡好的萝卜片放入干净的容器 凉透的糖醋洋梅汁倒入容器 用保鲜膜覆盖放入冰箱冷藏一晚上 第二天 腌好的腌制萝卜 盛盘 艳力无比 花好月圆 静静 风车转转之水风满雨滴 满盘红花 闪眼 双拼也疯狂 一些东西 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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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